泰国一名摊贩想要穿越马路 没想到下一秒死神差点来报道 对象车道一辆大货车突然冲了过来 整辆车往摊贩的方向甩 他一个转头 身上限速大爆发 拔腿狂奔 超级幸运躲过一劫 而在大陆有驾驶眼看要错过交流道出口 一个大跪迁 不只撞上旁边的车 还害自己撞上分隔岛 车头撞烂 后车厢的车门也被撞到弹开 不能想象冲撞的力道有多大 变换车道也得小心 一辆大货车没察觉前方车辆禁止不动 竟然看都不看直接高速撞上 而驾驶当时分心低头喝水 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好硬撞上去 立头大货车在雨中打滑 失控冲破了桥梁护栏 结果整辆车坠落40公尺下 驾驶生死未捕 下雨天开车真的要放慢速度 在江西也有轿车失控冲撞路边 整辆车被摔飞直接报废 还有公车失控冲撞车车 一连撞了五辆车 像把保龄球一样都成了废铁 开车也不能随便变换车道 悄悄下一秒瞬间上演迭露汗 真的有够惨 记者综合报道